HELLO 大家好 最近幫我們家的那個學歷啊 這個小女孩 幫她做一下生活紀錄 這是我差不多 因為有時候我都很早睡嘛 有時候大概八九點晚上就睡覺了 然後差不多凌晨三四點起床的時候啊 這就是我剛起床的時候 凌晨起床的時候看到我就很興奮有沒有 而且我們家學歷啊 她有一個很厲害的特色 不知道為什麼欸 她就很會 耳朵整個是往後的欸 就集中你知道嗎 然後好像正面看的話好像變不見了 然後這是她 發現她的一個新技能 從上面 從下面把她跳上來 然後自己也會下去 那當然是不要常常這樣做比較好 這個也是 就是晚上的時候 也是我睡醒的時候 很興奮 而且她很會握手 跟她講右手跟左手 她還是可以稍微分辨的出來 怎麼樣 我都會跟她說握手握手 她就會握手 她就伸出她的手出來 然後我向右手 她就舉右手 向左手她就舉左手 很會 這個也是有沒有 這個就是她 她有時候做錯事情 然後我會說不可以這樣子 她就會 這個就是她做過 她做錯事情然後很無故的事情 然後後面還給她呼呼 比如說 小時候狗狗好像 不知道欸我之前養狗 欸養了狗狗也不會吃大便 她剛開始的時候會吃大便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吃大便啦 我就會 我就會說不可以這樣子 不行 然後來給她呼呼一下 呼呼一下 這就是她睡覺的時候 睡很熟欸 靠著邊邊睡覺 可是還蠻小的啦 靴裡還蠻小的 這是薄梅犬 小小的一隻 睡覺的時候很可愛啊 後面還會有穿衣服睡覺的時候 天氣比較冷 這也是在睡覺的時候 那要睡覺 那要睡覺 那剛睡醒的時候都會伸男腰有沒有 呵呵呵 很好笑有沒有 超會收耳朵的 很會 加過去 欸她聽得懂過去 剛剛就是那樣 比如說叫過去 過來 她聽得懂 過去或過來 她可以分辨欸 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她耳朵會自己往後啊 不知道為什麼 很少看到這樣子 現在有時候跟她玩有沒有 跟她玩一下 之後想說再幫她買一個新床 好像有點像 軟軟綿綿的那一種 我看有的狗狗好像會睡那一種 呵呵 加過去她過來 手指頭動一動她就過來 或者說薛梨過來 她就會過來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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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隻狗很聰明欸 我覺得我這隻狗狗很聰明說 嘖 我記得我那時候 剛開始帶回來的時候 關籠子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狗狗出來 不是都會 給她訓練尿布尿尿嗎 她都不用訓練欸 這個是我買一個新玩具 那10塊錢買一個新玩具 這個小老鼠 她剛開始看她這個 很害怕 小老鼠有沒有 後來的話 好像到隔一天的時候 她就把她的眼睛尾巴 就把她咬斷了 她把她咬掉了啊 她身上的毛啊 還是眼睛啊 都把她咬掉了 她尾巴被她咬斷了 呵呵 還很皮啊 非常皮啊 但是我在要做菜的時候 她旁邊 旁邊坐著 可能 她也會想吃啊 那 那個是雞肉 那時候 好像那天 好像要做三杯雞的時候 穿衣服的時候啊 在衣裝的時候 幫她買件新衣服 那時候好像 過年的時候 年後大街 這時是要吃飯的時候了 她就是 穿衣服睡覺 幫她拍一下 很可愛啊 奇怪啊 怎麼覺得 這件衣服 穿起來 她這麼好看啊 我們認識女生喔 給她買這個 小微藍黑色的 睡很熟 而且說她睡覺 看到 發現好幾次都睡一睡 然後都咬尾巴 自己在那邊咬尾巴 咬一咬 不知道做什麼好夢 好啦 那大家如果說喜歡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在下方 點下喜歡 幫我訂閱一下頻道 謝謝你們啊 那如果說還想看我拍什麼 那如果我有發片的話 那大家再過來看喔 那我們就 下次見啦 各位 掰掰 兒個 甜點 很像 好 簡約 god 午